他们都在说那个有个叫李佳琪的那个小男孩 你知道吗 就带货卖口红火到爆啊 就是说就是所以为什么广告的形式在改变 现在比如说像赞助这个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 都在解构要叫我看 现在的这个广告 比如说有人说说比如说口红 我过去找个大明星花多少钱让他做个广告 可我现在同样的这个钱 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 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 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下给你卖一万多 就是而且我想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 后来我看了看啊 就是这小哥他这套啊 我很早年之前在台湾电视上经常见这种语气 就是啊My God是吗 什么小助理劈头散发也抢到最后50份 哇这么便宜啊 什么什么还有个叫什么篮 王子才能配得上的这个这个这个颜色 哎他有很多语词 词语能在你脑电波产生一种一种东西的 哎这都这都形成一种 要不说是一种亚文化吗 网上你看前一阵都传出来一个 一个小孩就模仿这一套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看看这个 如果李在吉去卖文具 Everybody 这只尺子真正的国货之光 全球每天卖出1600万只 手感非常顺 Oh my God 太顺滑了吧 我的天呐 而且搭配这样一只橡皮的画 这两个四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 一个压史绿一个诗写白真的是绝配 这是好看的棒 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 哈哈哈哈 我有天问我们那个化妆师 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的特别好 他说啊 他说你看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 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而且口红呢你能买多失败呢 对所以才有意思 他说倒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 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哇就是200块钱啊 那我买反正我也要买口红 他说而且呢口红不像别的 没有技术难度 他不像别的化妆对吧 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 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 你又在做款康呢 我又直入了 据说经济不好口红就卖得好 我要当豆家琪 我要当豆家琪 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 这个事情其实是看他卖的东西的价位跟他针对的对象 你刚才这么讲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 他就是卖个橡皮叉卖个尺 真不是 不不不 我跟你说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 我知道 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 我知道 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化妆品 对 有的非常贵 但是呢 他觉得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 你不能因为你给表代言 你就可以了解 又直入 又直入 代表 来 然后呢 你看我们说看你想APP就从来不直入 是讲品格的品牌 我没东西可以直入 有点傲了 我都给你直入半天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讲明次他简单 我没得直入 最近是不是还记录片了 我在这跟你们一直器官啊 我说回来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像这种 因为还有另一种反向广告的操作 反向广告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李嘉琪是的 非常夸张的这样的带货 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 他那个广告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 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 他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国内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美食博客旅游 刘伯克常常讲去哪吃去哪喝 然后大家说东京 什么什么名店 说一年都排不上队 这个定位多少多少 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 现在呢大家标榜要去什么的 就我去了一家店 这家店啊 别说一年定不上位 你根本不可能定位 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 你不是熟客带去的 你进不去 然后呢跟着说那家店多好多好 后来呢这种东西多了之后 我发现呢日本啊 尤其流行 日本现在呢 以前这种餐馆呢 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 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 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被越捧越高 现在不是这么搞了 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 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 你说一第一天不接受定位 那你客人哪来呢 他会这样子 他开个网站 这个网站设计的很好 把他的菜啊什么呢 讲的天花乱坠的 然后下面有人说 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定位 我们不公开地址 我们没有电话 然后大家在想这店 怎么去啊 就越想办法 那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 尤其难定 然后他就爆满 这叫反向操作 我知道了要给你买东西 这种的是给你的 特别简单 卖给他就是说 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窗标 看不见logo 就是说 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 我肯定是错的 但是呢 就因为呢 这也是上个本能 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 大嗓门的 大喊大叫的 我本能的 我就觉得不可信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不管 包括我看电视节目 其实很多电视节目 非常好看的 广大都特爱看 就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 你只能说怪癖啊 我就觉得有理不在身高 就是 就人一喊 我马上我就觉得 就不可信 就怀疑 可是呢 像我这样的人 最近也慢慢悟到了一个道理 我准备改变我自己 哦 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个感性的 感性的力量啊 你不可忽视 当然 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 你们记不记不的前一阵 这个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 对 坐在那车门上那个视频 当然他活起来 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 但是至少原因之一 是人家爆了 对吗 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信 就人们会点击 多少次消费者维权 你注意到没有 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 主观动机 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 看客观结果就是 就是就是闹闹得凶 闹得动静大 闹得媒体都关注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似乎就解决起来 就就快一些 对 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 而且他本身 你看有个标签 一直叫女研究员嘛 就是你想象中 女研究生吧 就说应该是一个 什么斯文的形象 现在好人家给你 坐在车盖上 一定是被逼急了 还要哭吗这样 无路可退了 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 我说不要哭 哭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 一定会发现 我这句话是错的 你绝对错了 就是 你绝对错了 还有女人哭 你那女儿给我教育得了 我跟你说 要发挥优势 那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 我在香港 我有一次 我觉得我在家里 装了一只空调 刚装完 没有冷气 那明显是 她装的就是错了 因为她检查过里面 就是机器没有问题 但是装的时候 就是她哪接错了 好 我就去找那个店 因为她你知道 在香港 你装冷气那个人 她不是专业的 有个公司 他们会找的嘛 什么搭谱那些人 好 那我去找 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 然后她不理我 不理我 我去那个消协 就香港也有消协 消协还给她发了一封信 但是你知道 问题就在这里 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 它没有办法 消费的 这个宣议委员会 对对对 她消息是没有法律能力的 就是她给她发信 她也可以不理的 她还不理 哎呀我就急了 我就去她店里 我那时候还大肚子 我想我是个孕妇 总能争取点同情吧 这优势 我就去了店里了 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 我没有 不敢哭嘛 不敢闹嘛 我就跟人家老板 你不敢哭不敢闹 没关系 往地上一坐 对 这大肚子 可是这也是在香港 我就觉得 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 不是我还是坐不出来 我真的要跟他讲 你关我死也 人家就不理我 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 别人在买他东西嘛 我还跟人家说 哎不要买他东西 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 我回家想了好久 都想不出办法 很苦嘛 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 发三次 律师函 就发给他 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 给我重装了 等律师再发给我 他的费用 我的律师费 可以再买三只空调 但是我就 我没办法拉开面子 就是能够哭出来 能够泼出来 我的代价就很高 好 我就接着你 咱们就说香港 我也有一回 当然咱们应该提倡 像义军这样 事实危惧 法律危准成 尽量理性 不要搞那些 但是我亲身经历的香港 这么一件事 我买了个韩国的 那么一个大电视 好 买回来 没一个月 黑了 永远也打不开 好 就是说让人来修 修 香港都挺有程序 修 说你这个修不好 我们给你换 换一步 好 换 那什么时候换呢 下个礼拜一 给你打电话 结果呢 没打电话 没打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吧 我打电话过去就说 哎 呃 我们是要换 我们要给你 那换就得换 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现在呢 没有货 香港没有货 我们要等那个轮船呢 从韩国 再运来 我说那多长时间呢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一两个星期之后 给你电话 好 一两个星期之后 没有给我电话 我又打电话 然后那个轮船 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 我以为他说 遇到事故了 你再等一两个星期吧 好 又一两个星期 你知道最后 整整拖了我两个月 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 这个韩国电视的这机构 拖了我两个月 然后呢 到最后 我再打电话 说法就变了 说 哎呀 这款他们不生产了 那 你说 那怎么办 说这样 再等一段时间 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 韩国生产出来了 我们再给你 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 给我许诺 你知道最后 我就彻底的翻了 彻底的翻了 最后我享受到了 人呢 崩溃的快感 哎 闻到广州话 小弟 我的广州话 你知道当时 我觉得那个人呢 就跟表演 真听真看 真感觉以后啊 你那个熊变滔滔 我相信 我把这个香港的 这个客服 说的都落泪 说的都 说的都崩溃 哎 我就真取回到 因为 不是 主要是那几天 下次维权找你去 主要是那几天 有个生意也没谈成 就我心情不好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 哎 人当人的情绪 是真实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 我就说啊 有个家庭 两个月没有电视台 什么感觉啊 如果 你让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 两个月没有电视台 没有电视看 是什么感觉啊 这个家庭要分崩离一些了 我说 先生 如果是你 好像我这样 一个星期打电话 我给我等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打电话 给我等两个星期 现在一个两个月了 我有看电视的权利啊 我还有个人来的 我是个人啊 我有看电视的权利 我说 尤其呢 这么大一部电视 也在我客厅 也在我面前 你又没有感觉啊 我就说 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 天天在我面前 我天天都打不开 对吧 你你你你同个 你被我家庭生活 走成给大影响啊 哇 我说完之后 你惧之王 我我我我 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 那边的小哥们 那边小哥们半天 我过去香港人 没见过这个啊 我们这家伙子 咱这雄风对吧 然后呢 一分钟 都没说出话来 睡了 然后睡着 心想 我全部明白 明白你没戏了 我运群雷改了一个取景 就我完全理解 他说的很真诚 我觉得 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 哥们 你模仿电话 你不要放电话 你等我随随随 我闻我上司 过来了之后 跟我说 哎 我们是这样 这个电视 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 现在我们已经有 比这个更新一代的 更高的这个型号 同样尺寸 但是呢 价钱比这个还贵 对吧 我们决定 给你换 免费吗 就那个没有了嘛 那个确实是 那个没有了 免费啊 当然免费啊 就我们给你换这个 更好的 我说 你猫桶我吹泡泡了 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 你我给你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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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12点 来了 哎 你说 激情 激情的力量 谁能挡 你知道吗 我要是当时 能够坐地上 说一通这个 我绝对网红 所以为什么 我就看到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 在机场的那种 霸占这个 奔机的 狼桥 不肯下来的 种种的闹 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 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 闹 就是有 就是有办法 我 你那个不算闹 我体会到 装的不行 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 你得是真逼急了 真逼急了 当然 咱们从这个事 也可以反思 闹到这样不堪 这样不体面 我自己也很惭愧 对吧 我也觉得是 很不对的 那是你的运气 不应该这样 但不提倡这样 但是 怎么样能够 大家都挺体面的 把这事解决 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 闹有时候是真有 真有用 就是说你不闹的话 人家就是不理你 假如我们说 所有事情都 按规矩来 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 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 因为你想要看 闹是什么东西 闹其实是一个 非常规的一个动作 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 你要的 你的义务 权益或者什么也好 但这种非常规 到什么程度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公司一个同事 去买机票 去订机票 然后后来呢 去订机票 那时候还是不是 那么互联网化 直接到旅行社 然后那个机票 后来出问题 然后出问题之后呢 就要求那边退款 然后那边不肯退 因为整件事 是那个旅行社 职员的人为错误 然后我们那个同事 就气势汹汹 当天在他那个员工现场 闹了三小时 然后结果后来 你知道这事要怎么解决吗 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 就那个经理出来 就说 就这件事 那我们一定负责 我们一定负责 他说 您这张票多少钱 别说一千多 一千多 好 立刻那时候 还没有什么支付宝 这些东西 他叫那个负责的员工 你把钱包套出来 直接在他钱包 这个上司拿钱 全部才数 还不过一千多 然后我这边先点 你明天给我 这样子来解决 也就是说 这说明什么呢 就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 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 完全设计不完善 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 这个前线人员 是没有办法利用 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 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 你要求退款这件事 然后等到这个上司 等到你闹了 闹得那么严重 影响闹大了 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 上司觉得必须解决 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 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 他的办法就是 你自己掏钱 拿权威 对你说的这个 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 那个网红的会议 就为什么那个人 不能够提前给人家 订一间房呢 他肯定还是忠于职守 他觉得我给你订一间房 我的老板可能会不高兴 因为这个预算谁出呢 他可能还是想的是我在做我份内的事 对 好多时候他处于这个职位的人 他只能想这么一点局限的事 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 就是说独立来解决整个事情 没有变通 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子 我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就如果大家都觉得非得这样 才能解决问题 但是呢 我想嘉辉你在国外也留学 你全世界都这样吗 先说回香港 我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 所以我刚听得非常的郁闷 当时我真的应该找你来 你在跑跑开个新夜 我帮人帮人 这个帮人闹 对对对 没有因为 我也不是没闹 可是我的粤语还讲得比不像你 所以没有 我用的策略也跟你很像 雷尚丁 对 我用的策略跟你蛮像的 我是买一张按摩椅 去试用过 他也是答应我三个礼拜内有 结果没有 然后每一次打 跟你好像搞不好同一家公司 你是买什么 电视 电视 我是按摩椅 那种什么按摩啊 什么 然后 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都说 对还在海运当中 海运当中 一模一样 香港旧爱轮船 它气得我爆炸 然后呢 而且有时候啊 你要不要闹 有一个关键 除了你个人也没有修养以外 就是对方的态度 对吧 我那个对方的态度 他不是不礼貌 他是太礼貌 完全好像一个电话录音这样回答 不管我怎么样说 不对劲啊 这样不行啊 答应了 这个那个 讲完了 他都再把它打一词 而且用那种好像人工声音的 明明是个人 你要一直讲一遍 对不起先生 我们公司的规定是讲一遍 好像机器声音啊 我就火了 就有这种态度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说小妹妹 你明明是人啊 怎么样 你又长装机器长话呢 然后我也开始发飙了 而且骂这种事情是这样的 你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高兴开始骂 你越骂越凶 越凶越骂 越骂自己越凶 对 把你平生的压力全部释放 爆发大 大爆发 我是何等文雅的人 也跟你一样用粤语来骂 而且我的 你还能用什么语 而且我的策略也一样 也是动之以情 说你知道吗 这按摩椅不是买给我的 买给我妈 明明我妈 做九点按摩 你知道我妈几岁吗 我妈98了 我是她生育 她birthday在生育 因为我怕你听成生育 我妈生育礼物 生育能够过时才送吗 你家里没有老人吗 假如你家有老人 有个98岁老人 你会有什么感受 也是讲得我自己都快哭了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90岁像汤道按摩椅 叫按摩椅 98年来 你这937年日本人进 抗日 对不对 你见过抗日吗 我的天啊 真的讲得自己想哭了 是是是 后来什么了 当然也是打装机器的声音 跟进公司的政策 对不起 因为我们公司又是在讲 没有用啊 后来我就去投诉 收委会 香港收费者委员会 还是没有用 到最后就是 我真的拉一阵几年 睡觉的躺着 梦到我的按摩椅 对吗 所以我听到你的 没成功 到最后好不容易 等了两个半月 很好玩 他再打给我 马先生恭喜你 按摩椅来 我觉得一听当然很高兴 可是我要压抑下来 还要调侃他同一个服务员 我说现在送给我也没用呢 我妈死了 我想让他难过一下 他伤掉的心都有 我说我妈死了 你知道吗 小妹妹 她不晓得怎么反应 我听她声音很好玩 想笑 要不可以笑 因为现在很好笑 我明明说 对不起 送给我妈声音 我妈死了 已经才能 你碰见了个无情 我过了抗日 过了98年 就欠这张椅子 好好玩 所以那个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你厉害 对香港也有理性的例子 我前两天也看到过一个 就是还是一个 内地的游客 在香港买了一个化妆品 我觉得香港这个销委会 他自己亲身经历 他就说他找那个店里 店里也是不管 拖 然后他就找香港销委会 香港销委会还真给他回复 而且就是三条 就是什么第一条 你到什么地方 跟他们发邮件 然后他们回复 然后第二条 如果他们不回复 我们销委会 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找他们 如果第二条 如果这一条再解决不了 第三 你可以沿用什么什么法律 向他提起诉讼 而销委会还可以提供 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支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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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